大家好 欢迎来到风场式漫谈 我是妖精 我是村长 今天要好好考打一下佩蕾斯 有一点长 没有问题 我们来接着 名字里面已经包含了一个小故事了 那我们就来从这里直接迁入吧 我们就直接来说村长考打佩蕾斯 我们来说佩蕾斯这个周末 咱们考打佩蕾斯 打开排位赛 第一眼一入眼帘的就是一破轮胎 佩蕾斯在任何人之前抢在第一位 先把这个车给撞了 成功又做出来一个红牛三明治 差点没做出来 我跟你说 要不是因为维斯塔班足够努力 红牛三明治就没戏了 就是加满了整个18辆赛车的完美红牛三明治就没戏了 就塞的不够薄 打开排位赛 映入眼帘的都是轮胎 首先是维斯塔班这完美的第三段蹭着墙而过的轮胎 非常漂亮 还有的就是佩蕾斯被撞破了的轮胎 感觉不惊快 佩蕾斯这个年初 其实今年年初真的发挥挺好的 特别是在阿三白街 看来咱们这不太允许有一些人占据罢主的位置太久 这个才过了一场就给你薅下来了 而且是连续两场咱们这个都是街道赛 就是连续两场 一场超神 一场超鬼 像极了马格努森的职业生涯 但是我们之后也可以来考打一下 也不叫考打吧 反正待会也可以来提一下马格努森 佩蕾斯这边除了在排位里头是贡献了一个 如同澳大利亚一样 对吧 这么快的一辆车 我们最后看到也是完完全全可以征甘位的一辆车 是在QE的第一圈飞驰圈的第一个制度点 今天佩蕾斯肯定是征不了甘位的 今天不是今天 上周那个太激烈了 对 上周排位赛确实是确实好看 所以说佩蕾斯排位里头 直接第一个飞驰圈出去了 好了 然后是向世界展现了 我觉得这个镜头给的就非常的精妙 当佩蕾斯撞车了之后 这个吊车过来 然后镜头就给到了绝望的纽维以及霍娜 这脸上是脸色非常不好看 但是拖拖的心情很好 原来这是大家都挺公平的 你给我看一下底裤 我也给你看一下底裤 不这么说后来前面就是马丁的底裤 没有给大家漏了 这个看来斯特洛尔还需要再多努力 看西班牙能不能给我们贡献一下 这样的话马丁法利 梅奔和红牛 这样的话所有的人的底盘都给大家看到了 我们说正赛里头 正赛里头佩蕾斯也是发挥是 如同排位中一样精彩 这个又是顶了一下 又是顶了一下 你很难想象一辆红牛 全场都跟马克努森 霍克伯格 阿尔本 周冠宇 萨金特 斗得有来有回 你抄我一下 我抄 还有斯特洛尔 斯特洛尔也是 斯特洛尔也是出现在了一个 他本来不应该出现在的位置 我们待会提他 因为稍微有点跑题 就是佩雷兹的话 顶巴克努森那一下 我又回去听了一下TL 就如同当时我说 在直播的时候说 赛车里头追尾不一定是后车全资 有可能是后车全资的 比如说你假如杀网了 把别人顶着去 那肯定是你的责任 但是的话 这怎么了 这是马克努森到10号弯 这是一个制动点 在弯心里头速度很慢 他进了个anti-stop 所以说在出弯的时候 正常人都想着 对吧 你的前面的人都是在拼命的往前跑 摩纳哥不一定是拼到全力 但反正是肯定要开油了 但是这号马克努森没有开油 反而绊了下来 所以说按照正常的超车的节奏的话 那就是顶在上面了 所以的话严格意义上来说 也不能算佩雷斯 但是除此之外 别的这种又是碰 又是蹭 又是抄三次 顿把前衣给碰掉了 他这场是贱人就撞 强也撞 碰了三次吧 正在 对然后五号马还出去了一趟 拉萨尔也出去了一趟 拉萨尔的话 镜头好像没有给足 倒回来的时候还碰了一下 佩雷斯就是属于心态崩了 彻底崩了 就是开的已经忘了自己是个车手了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说这车手心态崩了 有的时候稍微有点夸张 但我觉得这一次是一点不夸张 这个就是 下次你要说谁心态崩了 就给大家看佩雷斯这场的极景 就觉得心态崩了 而且这么说 其实佩雷斯我觉得 他总体还是挺稳的 但他假如要崩的话是真的崩 大家假如没有看过的话 可以去回看一下 2018年的新加坡战 也是一场街道赛 也是一场佩雷斯心态崩的 也是见人就撞 反正 这场真的是比较糟糕的一场发挥 对于佩雷斯来说 佩雷斯被维斯塔帆套了两圈 对是这样 实在是太难过了 希望他能够早早忘记这个周末 迎接下一个周末 确实是一个对于佩雷斯来说 值得忘记的周末 我们考打完佩雷斯 还有什么值得考打的 这个周末 我们先回到今天的正题 首先祝贺周冠宇今天生日快乐 确实5月30号是周冠宇的生日 而且今天F1官方的instagram 还发了一下周冠宇的生日庆祝 原因是今天是24号周冠宇的24岁生日 还是蛮值得庆祝的 到本命年了 对本命年了 他有没有穿红内裤 穿红袜子 戴红手镯 不过不知道F1不让用挂饰 是不是跟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有一些conflict 谁听谁的 反正这个只要穿了符合FIA认证标准的防火内裤就可以 所以 如果小周有听我们的podcast的话 这里祝你生日快乐 你觉得小周听我们的podcast吗 我不知道 我们想一下 回顾一下过去这几年吧 我们其实也没几年 其实这播合就三年 但是对于周冠宇来说 评价起起伏伏 但反正22年他一进来 我觉得我们对他评价还是相当至高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属于这种非常的客观理性的基础之上 还是能支持都支持 对 比如说我们也没有说小周昨天的排位赛 确实跑得不怎么样这个事 但是正赛确实足够稳定 最后第13 对吧 最后周冠宇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位置 第13名上 好像确实 对 而且他超过了最大的竞争对手 这个角田和谁 还有阿尔本 主要是角田 人家在佩雷兹之前 这确实 所以确实这一周末的话 摩纳哥战你没推到极限 可能比波拉斯差一点点 在排位里头周冠宇的话 也是没有进入到Q2 周冠宇是跑了一个13.52 然后同样Q1里头 波拉斯是13.03 所以说其实差的不多 0.2左右 就在摩纳哥这一个比较短的赛道 就是一个OK的差距 我觉得摩纳哥确实是一个赛道本身的话 对于排位赛的要求的 你会需要推到特别特别高的极限 这个可能对于绝对的驾驶技术 会有太过高的要求 所以在这里表现的不是那么优秀 也可以理解 因为小周的稳健的驾驶的风格的另外一方面 它是个正向的描述 但是事情总是两面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 可能就是在一些非常需要极端表现的情况 比如说维斯塔派那种的表现 可能是一个保守型的车手 或者稳健型的车手 很难拿出来的 我觉得两面性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下一场比赛之后 再回到普通赛道的话 周冠宇的成绩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恢复的 咱们也是连续 从沙特 澳大利亚 阿塞拜疆 然后摩纳哥 这几场里头这么多 全都是街道赛 我们总算是回到欧洲这一段 就有一个迈阿密是不算街道赛 接下来西班牙站总算开始 一是能够看到这些车手 回到这种正常的赛道上面跑 我们也许能够去到一些离异值 就更正经的比拼一些 离异值 谁要离异 离异 发音有点低 出生率都这么低了 还离异 不要离异了 大家赶紧都结婚吧 对 为人口做送点贡献是吧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对车辆的升级 也是在非街道赛 相对来说能够看到更具有代表性的成绩一些 所以说 对 那些吹牛逼的车队 哗啦列个大清单 我们这下一场升级多少个部件 他们抓列个更长的 我们升级的比你还多 是罗的是马拉出来66 那下一场在这个周末也总算是可以拉出来66了 那我们接下来说哪个点呢 那就是最大的值得讨论的阿龙索 是的 我们就来说阿龙索的所谓战术大失败 因为相比于前面 维斯塔潘 这里的话 阿龙索是白胎起 但是最后的话 还是进来换了一个黄胎 然后又才换上了半语胎 而前面算是跟他直接竞争的维斯塔潘 是黄胎一直撑到了半语胎 然后所以说只进了一次战 身后的奥康 阿龙索的前队友 是黄胎起 但是在40圈左右的时候 41圈的时候 就换上了白胎 所以说这白胎也是跑了足够多 然后才在合适的时机 比前面两位都早一圈换上了半语胎 就投歌的操作 就是刚刚好卡在了非常尴尬的 不太好的战术上面 就是继续 我觉得我第一个想到的问题 从你刚才提到的阿龙索跟奥康的点上 我突然想到 你现在想一想 去年的IOP 其实有一套多么强大的车手阵容 你这么来看 今年这两个人分别当了老大 开上了好车之后 稍微好一点的车之后的表现 那你现在回想一下 去年的IOP 那投歌加奥康的实力 可能不比梅斯塔潘加佩雷斯弱 那IOP那个车确实造的差点一扫 你这么强的车手实力之价 就如同还是投歌 投歌当年跟巴顿的组合 对吧 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组合了 那破车 对 有的时候确实 就证明了这个车手再强 小富难为五米之春 对 这车不行就没办法 所以阿龙索的战术 肯定大家想问的第一个问题 怎么这么傻逼的像战术都能想出来 当然有很多的人想去考打马丁的策略组 但是其实我看了很多的赛后的采访跟报道之后 发现这个锅 我觉得我个人的感觉 其实可能还是投歌自己的成分要多一点 因为他自己有说 今天这个策略 因为车队没有接受采访 都是他在接受采访 所以他的表达是这个是他跟车队一起想出来的 而且是他可能是占据一个主动性的这么一个换法 因为他说在开出去的那一圈 这个赛道上面99%的地方都是干的 所以而且车队的这个天气预报呢 会说这个这是个小 有可能是个很小的阵雨 几圈之后他可能就停了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干台的话 你就会有巨大的优势 而投歌呢 因为这个赛道上到底是不是99%都是干的 只有投歌自己知道 所以如果他拿出这个数据点的话 足以说明这个近战换胎的这个决策 很有可能是他自己的主导性会更强 然后赛后的TR里面也有说 就是投歌说 大多数都是干的 然后车队说那要不然中胎 他这个也没有说这个不行 所以就给他上了这个中胎 所以我觉得整套的这个沟通呢 是有他马丁这个内在的活理性的存在的 那么还有一个更bigger picture的情况呢 就是阿鲁索人家自己说了 我们这场来呢 就不是为了这个再拿个领奖牌 我们的领奖牌已经老多了 对吧 家里都放不下了第三名的牌子了 是吧 所以说人家来就是为了争这个冠 就是 其实你这场还能拿个第二啊 还是拿个第三啊 还是拿个第四啊 对于马丁来说 其实区别不大 但如果能拿个冠军的话 那区别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他当时在自己发现赛道很干 别的人都在上雨胎 并且他马丁的天气预报 认为这个雨很快 会过去的情况下 他换了一个中性胎 是为了争冠准备的 所以这个情况大概是这么一个分析 所以说也不是说怪谁 他确实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后来发现 但是呢这个决定 是头哥跟车队一起做的 两个点 一是头哥怎么这么职业性的 我这边也有点过 就头哥来马丁 到底就是哪发生 怎么着就变成这么 一点都不怪车队 也承担点责任 夸夸队友 队友真棒 这个反正长大了 长大了 这43岁总算 讲清楚了 总算 最重要的是要把车队 跟自己的磨合搞好 然后才能有珍贵 珍贯的这个机会 确实 第二个点就是 我觉得这个说的也非常对 村长提到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个赌 你赌 待会儿雨不会下的更大 以至于说 我们这块换了一个干胎 能撑过这几圈下雨 然后在之后 假如雨真没了的话 那他们这就是妥妥的 超级无敌正确决定 这样的话 别人换上半雨胎了 跑了两圈 又得回来换干胎 这样头哥就稳稳定定前面第一 但就是这没赌对 所以说这个到底是气象雷达 不搭队 还是头哥这个队 地的判断还是什么 就是因为头哥只能看现在 我在的赛道这块是什么样 他不知道未来10分钟 20分钟是怎么样 所以说还是一套结合的 跟车队这边沟通 所以说还有一个点 就是跟韦斯塔凡那边 因为韦斯塔凡他是黄胎起 而在下 对这个是马丁说 实在没想到 我们原本的战术 就是说他这场是为了赢的 从他的战术上 在赛前的制定就可以感觉出来 因为他用的是白胎 因为他知道 韦斯塔凡用黄胎 他只有用跟他不一样的战术 就是在摩纳哥呢 如果你想超前车 你跟他走一样的 用一样的战术 你是永远不可能赢他的 所以你必须要用一个不一样的战术 所以他才会以白胎起步 这个其实就是为了赌 其实他赌对了 那个雨来的特别是时候 但是谁也没想到 他妈那个黄胎被他开了58车 这个 韦斯塔凡在开这个时候 就跟之前 韩米尔顿了 Tires are gone 这杠啥 这你还开这么快 对啊 一个道理 这什么杠啊 我也给我也来试试 太厉害了 对 核心动画其实还就是 红牛加韦斯塔凡这个组合 确实强 然后人家这个时机确实好 也算是有点运气 什么呢 就是这个雨下的确实大到 光胎完全撑不住 就假如这雨稍微再小那么点 或者稍微再 对吧 稍微再玩那么点 让韦斯塔凡那黄胎是争承不住 因为韦斯塔凡他当时 近战换半雨之前 这其实非常挣扎了 已经他已经开的非常慢了 而且在这个 差点上墙了 对 在那个隧道之前 对隧道之前 七八号完 十号完那块 其实离墙就是 是那种 我们就跟他排位那不一样 对吧 排位那是精准的控制 这块他是很挣扎的 不想碰墙上 对 所以说 佩雷斯的笔已经没了 这块的话就是 就是去年佩雷斯在这里 上墙排位赛的那个地方 去年韦斯塔凡展示了一下 即使是下雨 我也能停住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是吧 这个我们 不是说想故意拷打佩雷斯 就是对他有意见什么之类 就是只不过就是 就是故意拷打 我都说了 我就是分场 村长拷打佩雷斯 我觉得我的 至少我这的意思 是希望他能够 再争口气 不过确实这场发挥 差点 也就是发现 发挥好咱就夸 发挥不好咱就骂 对吧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逻辑 对 刚才有人说 对 刚才有人说 这个马丁的天气预报不行 这个 这个 反正我以我的了解是 其实气象预报 大家感觉是一个 就是看天就知道下不下雨 但实际上 这种非常精准的天气预报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就是要超算 才能完成的任务 这个 以我浅显的理解 这个确实很难 那个117 你有没有更hardcore的知识分享一下 对 因为气象系统 气象系统的预测 是一个混沌系统 这个我们不深入的来讲 反正就是说 因为它有非常非常多的 叫这个 initial parameter 就是初始量 所以说稍微有一点点 初始量的不一致 就会导致后面的话 一系列 不可靠的预测 所以说就是预测 未来15分钟 20分钟 特别这种精准的 精确到毫米级别的降雨量 其实也是很难的 然后据我所知 我记得之前 车队们应该都是 有一个统一提供 气象数据的 一个第三方的公司 我不相信现在的话 还是不是 就 我之前当时听到的消息 也感觉比较奇怪 就是假如所有人都是同一套 这个气象数据 那为啥这个小牛 总是就是一言不合 就啪就掏出来全雨胎 因为就是你把同样的东西 送给10个领导 10个领导能拍出 10个不同的方案来 要不然要领导有啥用 是吧 也是 这个看来这个小牛 体质问题 对所以说 我们这边也是在外面 来去尝试猜测 这帮车队们的 这个作战术的逻辑 但反正说到底 就是一个赌 然后雨战中 很多情况下 就是一个 在你有了这么多 以质量的之后 然后来做出来一个角色 最后下这个角色 就是多半 也比较多半 反正肯定会有赌的因素 有些人会赌赢 有些人会赌输 好 反正说明了 马丁的这个也不能 大家可以认为 他是一个双方 共同做的决定 当然也可以是说 头哥自己承担了 所有的锅 去替车队擦屁股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两个结果 其实都挺能接受的 所以说本周 马丁又是大胜利 对大胜利 虽然说 就是了一点小失误 但是无所谓 很快乐 是的 那我们说完了 头哥这个战术 大失败 那我们是不是来 可以来说说 他的队友了 就是斯托罗这块的 堪比佩列兹 甚至 对 我们先说排 先是说一下排位 排位里头 他Q1里头 其实跟阿龙索 差距非常之小 在Q1里头的话 斯托罗的话 排位是排到了一个12.7 然后阿龙索的话 是排到一个12.886 对吧 所以说虽然他这个 是更晚跑出来了 但是几圈下来 都是差距非常之小 然后在Q2里头的话 斯托罗的话也是12.6 然后阿龙索的话12.1 这块就出现问题了 然后后来说 为什么呢 是斯托罗在排位 Q2里头压到了一个碎片 然后所以导致了 底板的损伤 这儿能理解 OK 车损伤 你开得慢 但是在正赛里头 这不代表你各种 就不带渴的操作 是一个说的过去 就像佩雷斯一样 对吧 我觉得马丁真的是 我们说斯托罗 他从17年进来 对吧 已经开了7年了 同样是16年 17年进来 对吧 维斯塔坎人家拿了 已经拿了两罐了 然后3N斯托罗也在法拉利 开的 虽然有的时候不大可 比如这周末就不大可 但总体来说 这发挥还行 斯托罗这个的话 马丁 假如真的是 我们也是看到了 斯托罗 老斯托罗 这块是有 去争冠 去争世界冠军 往这砸钱 搞车手 搞工程师的想法和意图 我重申一下 我估计他想 就是真的车手 世界冠军 就可以了 车队世界冠军 可能压根没想过 那你觉得 不过在这里 我觉得斯托罗尔 本周末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就是最后退赛了 这样的话 多年之后 我们回顾这个赛季 当我们已经忘记 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可能觉得 斯托罗尔这个 retired的 可能运气不好 这样就隐藏了 他又是一个非常挣扎的 周末的事实 你看像上周 他最后排第12 就看起来非常的炸眼 当你的队友 对吧 排第三名的时候 这样本周以后 成绩不好 咱就退赛 就不要让留下暗底 确实是这样 你觉得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契机 才能够让斯托罗尔走人 或者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觉得如果马丁 不需要车队冠军的话 那就留着呗 对吧 毕竟你看男人 就是家庭跟事业 但是最后这两点 都会归在儿子身上 对 全都合二为一了 但你说 说不定你从小 对吧 这个斯托罗尔 到时候接班生意了之后 会成为一个好领队 对不对 而且这块的话 其实还是说到 你要去争车手冠军的话 你得两个车手 都还凑合才 不是 就是第二名 不能差太多 你想 不管是 头哥 有丰富的 自己一个人 争贯的经验 这不怕 你头哥哪次 争贯有人帮忙过 只有人帮到吗 2010年的时候 10年马萨完全跟不上 完全没有用 12年也是完全没有用 也对 所以 那我们就说 这个看起来 看起来还是挺稳的 这个好像 毕竟砸了这么多钱 这也算是维尔则砸的钱 这个好像也没有 就都是沉默成本了 对 这个沉默成本 对 他爸肯定天天用这个词 这个安慰自己 It's song cost It's song cost It's my song's cost 这个梗是不是可以直接用到新的节目里 不错 这个梗非常好的 这个是 既然是播客里想 就播客独享 播客独享 播客exclusive 我们说完斯诺尔之后 佩克斯也提完了 我们可以来说一下 没奔的升级 没奔的话 没看出来有升级 不是 看出来车有变化 这成绩上 总体来说 好像还差不多 但至少哈密尔顿表示 好像还行 所以 就这么说吧 没奔的话 原本预计是在伊摩拉 其实在赛季之前 当时埃利特 当时还作为车队技术总监的埃利特 就提到 我们会在伊摩拉带来升级 这确实挺准的 确实是在伊摩拉带来的升级 但是在大家能够拍到侧枪之前 这水都已经把月上给秧了 所以说没办法 我们只能等到摩纳哥 这一个最不适合来去测试升级的赛道 来去看到了没奔的升级 对 一是什么呢 一是赛道特别窄 车手容易出失误 撞了墙 二是什么呢 没有长距离高速的断 所以说你这些气动不好来做评测 三是什么呢 就是你但凡车手一撞 比如哈密尔顿在练习赛里头 一撞之后 这车就掉下来失踪 然后确实就是发生了这样的回事 所以说没奔带来的升级 没过两个小时 就让所有的人看了个国 我觉得升级这个事 还是我之前有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升级 你不能升级的目的不是要看自己提升了多少 而是看相较于别人我提升了多少 因为大家都有时间来做这个升级 所以你说我这个升级可厉害了 啪上了0.5秒 别人大家的升级上来都上了0.7 0.8 我不是说阿罗的赛季之前就是这个问题吗 他觉得自己风筒测试数据特别好 我们居然快了一秒 然后别人都快了两秒 然后所以说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悲惨的位置 但是就我们看这个汉平尔顿和拉塞尔在排位里头跑 就跟之前好像差不多 然后对吧 最后跑了一个 跑了一个D6 然后跑了一个D8 然后距离红牛还是一样大的差距 0.36秒 那再放在一个1分半左右的赛道的话 那就接近0.4秒左右的距离了 然后奔驰的正赛就是非常的平稳 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特别的事情 最后呢又数没奔机直以来 就是从上个赛季开始就运气不得不说挺好 就是我的感觉 当然我可能现在一下是拍脑袋的感觉 但是确实他们经常能够因为一些很奇怪的原因就上去了 你想就是上个赛季汉平尔顿好几次领奖台 就感觉这这车 当然汉平尔顿也比较厉害 但是确实很多领奖台跟运气也有分不开的成分 我觉得这次也是最后第四第五名完赛 而且还拉近了跟阿斯特马丁之间的积分差距这个事 就运气挺好 去年第一场就是巴林没分这边比红牛乏力差了接近快一秒了 就看了红牛没了 老汉捞了个领奖台 就多次汉平尔顿拉斯特都这样 所以这一次就是真正他这个车快多少慢多少 这不好说 得等到下周 下周是一个特别好说明 因为巴斯托纳大家都熟都不能再熟了 这车辆调照也会调 然后车手也会开 这到下周差多少 那大概就是差多少了 如果下周德福里斯还不行的话 就说明真的不行了 因为这没有理由再不行了 德福里斯那边也一样 就出了没奔的升级 当然的话我们说这一场里头 德福里斯其实还可以 至少没有怼人怼强什么 不这不够 这远远还不够 那这回出问题的反而是绞停 当然的话我当时看他这个刹车好像 他那几圈他确实都比别人杀的要早好多好多 不知道没听到 脚田还是TR好 他那个TR确实好 很难听到就是这么passive aggressive的这种发言 就是极具攻击性 而且一个脏子不带 但是第二段带了个脏子 但第一段确实精彩 就有一种那种 就是你在街上跟人吵架的时候 很少都能标出来那种金句来反呛别人 这种就是你晚上睡觉睡不着 他就想 想半天才能想出来那种呛人的金句 他说你是想让我撞吗 人家跟他他调刹车 他说你想让我撞墙吗 非常好 对而且这样的话也是给之后自己打转 然后算是铺了一个包袱 对而且被自己垫了个底 而且我觉得这种非常的英式的 尖酸刻薄的笑话被他get到 小伙子最近提升的方面 不只是车技 还有一些对于喜剧的理解 小伙子看来没少听拉塞尔的TR 我们出了 就是德弗里斯这场的话 就是没啥事 但我觉得这对之前一直是有事 而且是不好的事来讲 算是一个小提升 但是真正的速度上面来说 跟矫天还是有挺大的差距 所以说还是看巴斯罗娜 矫天和德弗里斯之间会是什么样 好 让我们期待巴塞罗娜 其实很快了 今天已经周二了 马上周五欲望开始练习赛了 我感觉自己就上了一个欲望 不会下班的班一样 都是连轴转 我们说完了德弗里斯这块 该说优秀的奥康了 真的是优秀 不过在 真棒真棒 这俩车手其实都很强 然后这也是村长每次都提到的 完美对称 而且在这一场里头达成了实现 终于实现了真正的完美对称 我这个赛季开始之前 我就觉得就差这一点点 OK 是这样的 什么叫玩ILP的完美对称呢 就是一个法国车队 两个法国车手 都是96年出生的 都分别拿过一次胜利 一次第二名 现在终于奥康补上了 最后一块拼毒 然后两个人都拿过一次P3 实在是太爽了 这个ILP克龙人计划 就此宣告成功 太爽了 两个人都是一米八走的身高 对吧 不过唯一一个 不叫唯一一个 但是有一刻 这个不太一样的 就是加斯利的话 有三个最快圈 而奥康没有 所以奥康 这个赛季 要求有一点太高了 你真当克龙人的 奥康这个赛季 可以把这个补上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在澳大利亚战 我跟你说 这种事情 忘了20年前 就能进那种 世界十大未解之谜里面聊 就是我们在 澳大利亚战 其实就看见 加斯利的话 一个全场 而且是实打实的P4的位置 对吧 就只不过是 最后这个红旗重启 结果两人都没了 然后这一场的话 是奥康确实狗刀了最后 而且确实发挥非常优秀 极棒的排位 靠着勒赫莱尔这个 对吧 倒霉蛋的罚腿 然后上升到了第三起步 起步没拉垮 保住了位置 然后战术的话 没什么毛病 是一个 除了前面几只车 对吧 比较标准的 两停 对吧 两个光胎换半雨胎 撑到结尾 拿一第三 捞上来非常多的分 然后的话 现在L-Ping几分 是直接上升到了第五 35分 是把麦凯伦 拉开了非常之多 L-Ping这个周末 21分 比法拉利拿的分都多 2020年也老有劲的讨论 所以说 我觉得L-Ping今年还是很 对 两个车手现在争起来 你争我多 而且成绩确实是你快一场 我快一场 加斯利并没有在自己刚刚来到的车队里面 拉了真的很优秀的队友 有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令人 他们但凡要是两个人坐在一辆什么红牛里 这个赛季就好看了 可惜只是辆L-Ping 所以当然的话去年的话 阿龙索跟奥康坐在一辆L-Ping里头也挺好看的 而且非常有趣的是 就是奥康是第一次拿到Driver of the Day 他自己在采访里面说都以为自己再也拿不到了 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再也拿不到了 21年熊牙利的最佳车手不是他 他拿了冠军 但是最佳车手是阿龙索 所以对于这个孩子来说 我心中就觉得我开L-Ping 拿了一个冠军 我都不是Driver of the Day 你们还会投我吗 感觉这辈子原本都没希望了 而且这次的话 其实跟阿龙索还有Weiss打谈的 这个投票 其实挺接近 所以说人家差点又没拿到 真的是江枪 我们最后一次check的时候 刚开始是什么 15% 16% 17% 3个人 然后到最后一次check 好像是变成了18% 17% 16% 最后好像奥康就领先那么1% 充分说明人家都做得这么好 确实这个人缘差点 意思并不是那么好巧 所以说奥康和加斯利 我觉得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这是赛季里头很大的看点之一 这里的话我们再回到之前 在周六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大的讨论点什么的 就是摩拉哥的排位 包括摩拉哥这整场比赛 真地好看 我觉得这真的是这两年最棒的一场排位赛了 是给我激动的 对吧 我都站起来了 当然我们两个在一个房间里面 正好线下合体来着 然后我都站起来了 他看到了 反正这两年里头最精彩的排位之一 然后可能是近五年也来 最好看的摩拉哥正赛 还能想到哪一场摩拉哥 有今年的这一场这么跌宕起伏 记忆已经不允许我去回溯这么远 去找一个精彩的摩拉哥了 我能想起来 比如说19年的话 有哈梅尔顿 梅本给他上了一个黄台 然后就一直在抱怨 一直嘴嘴嘴嘴嘴嘴的一整场 然后后面韦斯塔芬一直想抄 抄过去 对吧 然后18年的话 李卡多MGOK坏了 然后挡后面韦斯塔 挡到最后 对吧 完成了这个救赎 我觉得18年是一个 就是Grand Picature 结合他17年 李卡多丢贯那一次 我觉得18年是一个非常令人 在更大的图景上面 非常好的一个剧情 所以说那也是快五年之前了 所以说这场摩拉哥 就是以摩拉哥的标准 我之前做这种什么 每个赛季最佳比赛 最差比赛 这摩拉哥基本上跟墨西哥俩哥 哥俩 开脑子要先说 摩拉哥这三个字就代表 这个就能定top3 是啊 人家说16年 16年怎么了 他说丢贯是16年 就是那个 李卡多 丢贯是16年 他们是最后一刻 选择了要换红胎 然后这个胎就没出来 然后贯就丢了 所以确实 摩拉哥偶尔也能跟我们来一场 但不妨碍摩拉哥90%的情况下 正在都是极其无聊 所以说我们就没说完的排位里头 特别是最后的最精彩的巅峰之计 在阿隆索跑出来 极其亮眼的一圈 一个1分11秒449 然后我们看见维斯塔班前两段都没有提升 差了0.3秒 想哇 头哥这5月28号稳了 结果看维斯塔班 这三次贴在墙上 飞行最后 最后一段拉回来0.3拿到甘位 确实有点强 确实有点强 这个红牛三明之灶的 我擦 就多拿了个甘位 确实我跟你说 他这个跑法以后肯定会有人学他的 以后这个摩拉哥的墙 这个一直都是这样 只不过有些人 你看比如之前勒克莱尔 这个就蹭多了 这个肯定是你边上墙来定义的赛道边界 肯定是走到最极限 贴到墙上是最完美的 当然的话就是看你敢贴多近 我们这个周末也是多了一个AWS 车手距离墙有多远 对吧 这15厘米 12厘米 9厘米 然后发现几次蹭到墙上面的都没写 就可能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已经进去了 都是负的了 就没有这个距离了 你要能看到把那个广告带下来了 就肯定是小于0了 所以说明摩拉哥这个墙上的 赞助商是不是要卖的更贵一些 不对 但是他要承担一个被受损的风险 反正让我感觉到 维斯塔潘 真的是可以找到 人类都没有找到过的 更快的开法的这么一个人 让我再次坚定 他会是代表人类大战AI的最后的希望 有可能就退役了 维斯塔潘今儿不是还说吗 说他特别想开GT 想开GT3 说感觉很享受 而且不想 GT3 对 为啥想开GT3 因为GT 因为GT磨了 LMP2 LMP2跟F1比较接近 都是很高瞎力的车 但比F1慢多了 而GT3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那他说 那他开 有道理 对 他Iris里头也是一般都开GT3 所以说 他最喜欢开什么车 他之前一般开法拉利 然后 没有人不喜欢法拉利 即使他说他不喜欢法拉利 他也喜欢法拉利 我想主要开 他之前 不对 我想一想 法拉利开过 然后他之前有好几个甘位 是奥迪 那样 R8 看私信 这是咋的 我们 这里有一个300个电池 让你看私信 这私信是什么 是裸照吗 还是什么 你跟粉丝有什么PY交易 好的 这朋友可能是 问了一个关于小周的问题 我们最后 最后我们统一来解答 我们这块的话 在正式节目里头 不要打乱节奏 我们先聊完 对 就是说 韦斯塔潘的排位 怎么说 让我觉得 最后一段真的是惊艳 但是前两段 就不是到那么高的一个级别 不好说 他可能是前两段的阿龙索 跑得实在是太棒了 才显得他慢的0.2 韦斯塔潘前两段的话 相比自己之前也有提升 我想到就是什么 是21年的沙特战的排位 最后一个27万给上了个墙 就像那个一样 那一圈前面的90%的路程 就跟摩纳哥的最后有点类似 都是蹭着墙 都开到了最极限 然后我们当时也有看到视频 别的车 什么阿龙索 看这个 就 Maxiboy 牛吧 然后最后蹭了个墙 我觉得假如那一圈没有蹭到墙 就是一个全场 就整个圈都贴到完美 就像是比如哈密尔顿 18年的新加坡那一圈 为什么那一圈那么惊艳呢 就是因为在之前Q1 Q2的时候 这个哈密尔顿 就像这一场里头一样 就是一直特别的挣扎 也不快 2018年新加坡是 红牛和法拉利特别快 但是Q1 Q2慢慢找感觉 然后Q3跑出来一个 比队友快了 接近大半秒的一圈 最后拿到甘位 就非常的精彩 然后这一场 其实也是 汉密尔顿 我们在当时看排位的时候 也是嘛 就看 这老汉差点Q2都没进去 我们心想 这没奔这升级 真变负升级了 然后Q2也是 对吧 就比拉斯尔慢好多 是开了一套新的软胎 才是跑到一个OK的成绩 每次都是看 拉斯尔跟汉密尔顿 两个人 拉斯尔要快个0.5 然后最后的话 汉密尔顿完两分钟 刷出来一个在拉斯尔下面 结果在Q3里头 最后一圈 最关键的那一圈 汉密尔都刷出来一个 非常快的一个 1分11秒725 然后拿到了一个P6旗跑 然后拉斯尔的话 只能拿到一个第8 所以这也是排位精彩的 一个好看 说明什么 说明老汉现在的状态 没有那么稳定 他现在也要去找状态了 他可能还是一个 能够把自己的状态 调整得很好的车手 但是他会出现状态不好的时候 这个可能是跟年纪 也确实是有关系的一个 让我突然就想到了 OK 前两天那个詹姆斯 胡人最后打系列赛的时候 也是全场的表现确实不错 但是好像我记得是连续两场最后十克失误 但是这个压力是很大哈 但是确实很多人都在说詹姆斯是不是年龄还是太大了 虽然说总体实力还是非常的优秀 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一个比较性 比较类似的两位超级体育明星 人到目前的一种可以抱在一起相互诉说的悲哀 所以说这种年纪大 特别是对于车手 这些顶级的体育运动员 年纪大了之后 可以拿经验来去弥补一些可能生理上的差距 但是有些这种绝对的速度 你的反应能力肯定 就是你说让老汉阿龙索 来跟什么诺里斯这帮年轻的时候来比 但绝对的反应速度还是比不过 毕竟这是物理上面的 也许只有头哥能够抵御反物理状态来去跑出来 排位里头为什么奥康能够拿到一个第三 这里就不得不说 我们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勒克拉尔在主场 穿着主场的衣服 我以为你要分析奥康为什么开得好 原来不是 你好坏 奥康确实开得好 这是毋庸置疑的 确实奥康能拿到第四 拿到第四相当亮 能拿到第三 是因为法拉利比他表现还好 对 这里表现更好的话 必须要说勒克拉尔的工程师 Zevi 为什么勒克拉尔拿了一个三位的乏位 是因为在隧道里头挡了一下诺里斯 我们看这车仔 确实得发 这实在是比较恶劣 Zevi跟勒克拉尔在那聊的还挺开心的 一直在那聊聊聊聊就三名没了 再给大家说一下 在一项单座开放轮里的 特别是现在的F1 你的能见度是极其差的 特别是在摩拉哥这种 需要高度紧张 注意力集中 而且蜿蜒狭窄趋折的赛道上面的话 你是非常依赖于你的车队工程师告知 你身后有没有来车 需要让 或者怎么让 然后这会的话在VP没有跟勒克拉尔说 后面有个诺里斯来了 然后勒克拉尔他当然不知道需要怎么让 勒克拉尔 我觉得勒克拉尔已经已经看淡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 我那天 OK我先插一个 我那天突然想到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勒克拉尔现在越来越这种 就是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我突然想到就是伏地摩当年也是 当年是汤姆里德尔的时候 长相也很帅气 也非常的有天赋 然后这是活活变得心理变态 最后没鼻子了 希望勒克拉尔不要走上这条路 勒克拉尔只要不把自己的灵魂分成七份 然后装在法拉尼 对吧 法拉尼要求他把灵魂分成七份 然后让他去打七份攻 太可怕了 这个故事 他的灵魂已经分裂成很多份了 就是受了法拉尼从19年到现在的折磨 但我们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Zavi一直能够在这个位置待到现在 那肯定群带关系 咱们这个意大利的情况 咱们也是很熟悉 对吧 这种都是要这个平时多多的 对吧 过年过节了 他们对吧 意大利要过圣诞节的时候 那不得拎两瓶的马迪利 然后往里塞两条 那个Marvel 一个道理 对吧 要去这个领队家门口 去这个寒暄寒暄 问问他孩子最近SAT考了多少分 要不要帮他写写申请 我一说这个意大利人的 就是被这样的事件给害了 非常的正确 所以说 我总觉得你们看 汉米尔顿有Bono Vestapan有GP LeClaire就有一个这个 看来这不是一个勒克莱尔这种小年轻 你一个小年轻刚刚来单位 就想跟一些 咱们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很久的老前辈 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 我觉得这个小年轻还是太年轻了 小年轻要多多从这个前辈那学习 而不是提出一些自己非常青涩的见解 有的时候还甚至想给这些老领导 找一些不属于他们的过错 让他们背在身上 这个小年轻看来快要被提出 提出这个企业了 所以说这个汉米尔顿4000万 然后就进来了 看来不是跟34换位 而是跟勒克莱尔换位 对 大概是这样的 好的 我们说完了这里的话 还有哪个店 拉塞尔这个 拉塞尔总是这个脑子动得非常的快 太low了 你不得不佩服拉塞尔这脑子 真的是一直在想 我怎么能往前往前来一点 能不能给我拖个尾流 能不能让我换一下 然后还给出来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 总是在耍一些小聪明 我觉得我不比你跑过5秒钟 对吧 我这个位置保持一样 你先让一下 对吧 我觉得我能理解他的出发点 就是这肯定是这么想的 因为在他的位置上看 我 你前面老汉你超不过你前面的人 然后我过来之后 我被罚了5秒钟 还掉到你后面 我们两个人都不亏 保一个位置 但是 这个说出来 这个听起来 加上拉塞尔之前的 一些话语和这些操作 让我觉得 好像确实比较经典的拉塞尔 对 拉塞尔我觉得非常可以 当然有点扣帽子的嫌疑 但是总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非常优秀 但是就给予一种非常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 之前就是他们老说 那些确实有一些人是这样的 拉塞尔就是 但是处心积虑的 又在维护一些自己的形象 但是总会通过一些细节表达出来 他就有一种种过于自私跟自我的情况 这也是一些小年轻老犯的错误 不行 今天老领导的感觉太重了 但是大概的意思 反正我这是通过可能最近这一两年 然后的一些观察得出来的一些感受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对 我觉得我有一个类似的感受 就是拉塞尔的话形象要维护好 然后PR的话说的其实都很专业 我们这个周末去CEC听众听 看了程聪夫 专业车手 这pro车手确实不 来着这个味都是一样的 这是汉密尔顿的前队友 程聪夫老师 程聪夫老师 我们到时候可以 学会也来好好聊聊这边CEC 但是我们说回来FE这边 就是拉塞尔的话 比如说从当时21年跟伊摩拉 在跟伯拉斯那么一回事 就让我觉得 这个self awareness稍微差点意思 他有一次让我印象还蛮差的 就是他当时去reddit 然后是说我要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你们就随便问 然后就 因为他当时正好是他那场新加坡了之后 名声特别的差 所以说很多人就骂了 说了很多这种比较尖酸刻薄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就是他完全没有回答任何他觉得不太合适的问题 就是你都选择来这个比较糟糊的地方 对吧 你还想着出于尼而不染 就有一种白莲花的感觉 哎呦 感觉这一下形容好贴切呀 就是我觉得这个感觉当时给我留下的很不好的印象 对吧 你就有一种既当又利的感觉 嗯 不行 就要不就像 而且我觉得PR这个事情啊 PR只能最多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帮你维护的形象 人的内心所散发出来这种情绪和感受 他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通过PR来隐藏的 嗯 所以这种其实反而还不如像维斯塔潘那样 就是什么PR就直接完美的完全展现出来 对 其实反而其实显得就其实很直接 这毕竟荷兰人们也是出了出了名的直性子 在感觉是啥就是啥 就不想让车 就不想让车 对 老想去操控大多数人的这个对你的观点和想法 其实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 几乎没有有谁真的是通过PR树立过一个极其 这个哎 等一下 呃我们聊下一个话题 对 对好 我们来说赛车世界杯 对赛车世界杯是咋回事呢 就是最近不是看F1特别红火吗 之前我不是也出了个节目对吧 这个5年6倍200亿的这个增长这么快 所以有很多的投资人哎看到这个点觉得嗯挺有意思 要不然我们也搞一个类似的比赛是不是也能挣这么多钱 这个事其实之前出现过对吧 05年到09年有一个叫A1大奖赛 呃这个比赛当时就是 基本上等于法拉利拉着一些人去搞的跟F1对抗的比赛 当时是以国家队的形式还有中国队像什么马清华 陈从夫董和冰当年都开过这个比赛啊 当时最早那个马清华跟我说他当年跟老维斯塔盘在场上还PK过 就是说他当年跟老维斯塔盘一起开过A1大奖赛 然后说那老维斯塔盘那个那个素质简直是极其的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说这个小维斯塔盘有这个素质相当不容易的大概的意思 对 以老维斯塔盘的这个教育方式能教出来这样一个就看起来还算正常的 呃确实确实不容易 诶霍肯伯伯是不是我记得也开过A1 对对对其实很多的人在职业生涯的极早期或者极晚期都开过A1 其实当年的A1就相当于现在的FE嘛 就是一些这个边缘FE车手的去处 呃这个呢现在目前是有一个英国的投资人叫Keith Mills 他呢之前曾经是当过这个伦敦奥运会的一个co-organizer 当时是帮着伦敦政府一起申办了奥运会 然后还有几个之前在FE车队里面干过的这些技术总监呃级别的人物 说想传这么一个局这个事我觉得听着我还挺期待的 因为我觉得有竞争永远是好的 嗯我们现在看到的FE有的时候不太好看啊 或者是因为车辆的差距太大导致这个比赛没有精彩程度啊 那如果有一个类似的统规赛像当年的A1其实就是统规赛 基本上就是拿F2004法拉利的F2004改的 那大家在场上的竞争呢其实相对来说更激烈 那对于观众来说有竞争永远是好的 而且会有更多的席位给这个其实都是很优秀的车手 我们最近也说很多的F2车手或者那些没有席位的车手 其实都很优秀 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参赛的机会 哎最近有这么个事我还挺期待的 对确实是很有意思 因为对于比如说你F2毕业了 像现在这个德鲁哥威奇这把年 毕业了之后你去IndyCar就感觉跑远了 跑美国那边去了 跟这边不像是一个体系 两边都互相看不上 然后你假如去Formel E的话 这个除了德弗里斯之外 然后包括加斯利其实开过两场 对吧 然后回来了 除了这俩之外 就是从来没有过 从F1这边单坐开放轮上来了之后 然后跑到那边去 然后才能再回来的 都是基本上是一条道 所以说你现在对于这些年车手 F3 F2开的不错 但F1里头正好没有位置 就很尴尬 像德鲁哥威奇 对吧 就只能在这边上当个储备 对 而且开F1的逻辑跟F1还不太一样 你要学会省电 这个技能如果你从小没有练过的话 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有一个说法就是 开F1最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get F1 就有一些车手他就get不了 需要一种就不一样的核心 比如马萨 他的驾驶技术 肯定是当年的F1里面最强的 但是他就是拿不到好成绩 就是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办法get 怎么开F1 其实就是有一些 某些系列都会有一种旋选 那F1的旋选东西 就是贝奈利的轮胎 比方之前莱克宁 怎么着都不太get的到 贝奈利的轮胎 这种特殊的操纵方式 然后当时舒马赫也是 从10年重新回归的时候 当然的话 车王毕竟是车王 人家过两年 确实是慢慢的学习到了 贝奈利的轮胎的 特殊的使用手法 所以挺有意思的 这样的话我觉得能够 一是能让这些年轻的车手 有一个可以展现自己的实力的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相当于 给F1这边 就是FOM这边来去 施加一点点压力 就是相当于有一点竞争 像刚才孙生你说的 这样的话 让他们有动力去 让比赛变得更好看 然后来去可能说 多来点车队 多来点 比如说Ander Lady 死活进不来 对吧 毕竟现在的话 F1车队是对于规则制定 是有极大的话语权的 这样其实本身不是一个 特别健康的一个循环 你说我们规则怎么定 然后这些车队有非常多 我们不想这样 我们不想那样 来去保证自己的利益 有一个新的赛事 应该挺有意思 这就导致 其实最精彩的赛车比赛 永远是统规赛 这个事情在F1 就永远不可能发生 前两天 Toto Wolf还站出来说 有人说要看红牛 我Toto第一个站出来不同意 这样我们就不是F1了 我们就失眉内味了 反正你也不好说 他为什么这么想 感觉他完全不合逻辑 讲这么一通话 但是他大概想表达的问题 就是我们F1 就是要造不一样的车 这是我们的基因决定的 我觉得他这句话的话 很明显是因为 2014年到21年 梅本享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统治 当时没有真正怎么着 直接一刀 专门针对梅本砍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 站在他这个角度 假如一直在说 我们要砍婚 那很明显会显得 优当优利 有可能算是一个 好的PR的展现 当然的话 有可能他真的这么想 所以确实 我觉得 这么着说出来 也算够意思 形象上维持的还是不错的 那行 我们今天准备的部分 就到此结束 大家可以踊跃的开始提出 你们的问题了 当然 SC优先 对 我们的SC优先 这样的话 我们要感谢一下 刚才这位朋友来发来的是 白茶清风 这位朋友问 我觉得小周在排位赛 能够跟博塔斯 能够跟在博塔斯0.1左右 最多0.2 当然超过博塔斯最好 那么小周就能稳定的留在F1 不知二位以为如何 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 当然的话他要留在F1 需要更多的机遇和一点运气 这光靠只差0.102不够 你觉得呢 我觉得现在小周的最大的问题是 他如果保持现在的这种表现的话 如果波西尔拿来F2冠军的话 他的席位是很危险的 他可能会去考虑 不得不考虑去找别的车队的席位 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从理性角度 目前我们已有的信息出发 总结出来的一个可见 可预见的一个结果吧 因为如果我是一个车队领队 我们不考虑 比如说现在看起来 中国市场也并没有那么的火热 也没有那么的 对吧 中国人电车卖的这么好 也没有人说来标一个 崩一下 也并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对吧 所以说我们如果从现有的信息 理性思考出发的话 那么小周需要拿出跟波塔斯 同样级别的实力 才能够稳住自己 接着在F1跑这个情况 对 而且就是我发现 其实我们大家都会这样 就是说看完一场比赛 然后觉得哪个车会发挥好 哪个车会发挥差 然后就会 因为就是越近期的比赛的结果 就会越占据我们记忆中 最大部分的感知 所以我们感觉 比如这一场里头 我这小周跑得跟波塔斯差点点远 那你想今年的话 其实七场里头 打的其实有来有回 所以说考虑到之前的话 我觉得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 好的 那这里的话 感谢wwwdry 这位朋友的superchat 说 为什么今年红牛的统治 相对于2016年 就是20年和16年的煤奔 更加的被人不喜欢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 我觉得其实都 这个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的这骂红牛的 你听的比较近 对对对 那个时候骂 而且当年网络没有那么发达 20年我是亲身经历过 因为我当时已经开始做内容了 当年的问题主要就是骂 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 就是已经是第当年 20年已经是四五六七 第七惯了 已经是七年了 所以大家该骂的 都已经在14151617年骂完了 20年已经就是属于被 只能按默默的接受 就属于NTR剧情的最后一个chapter 而且是 对我觉得你这个点特别有意思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顺利的 从比如说19年的下半年 法拉利拉垮了之后 胡闹也没起来 所以说19年的开头跟结尾 全都是没本统治 所以说20年 再加上这个疫情 对吧 再加上前五个月 大家都没比赛看 所以说好不容易有比赛看 没本统治就统治吧 再加上20年的比赛 竞争其实挺好看的 除了 真的很精彩 第一场比赛我记得很清楚 就九辆赛车退赛 只有第11名 第11名是谁来着 好尴尬 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几分 对 20年你说两场奥地利 然后什么伊摩拉 葡萄牙 这都非常好看 然后银食 两场银食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相当于 继承了前面 然后大家也都骂 算都习惯了 加上去年年末也这样 今年还这样 好不容易有比赛看 所以没问题 22年 还有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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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斯塔潘 因为他一直以来 就是 因为就是 如果那些比较资深的 老观众的话 其实看着维斯塔潘 从16年 从15年开到现在的话 好像喜欢 就是早期喜欢维斯塔潘的人 确实不多 所以他可能就是 比如当年 没本相对来说 可能 没有像维斯塔潘 这样 就是非常有个性的车手 当然我现在觉得 他这样是挺好 我也挺喜欢 但是当年的话 可以很多人认为 这个 很多人呢 是经历过那个F1 是个老绅士的运动 麦凯伦那个时代 所有人的说话 都跟没说一样 那个时代过来的 所以会有觉得 自动带入了一个 啊 这个礼遇者 这个礼遇值 这个太太太没有 这个讲我们F1的传统了 所以对他有一些刻板的偏见 其实之前的话 之前的话都是那种 叫什么 精英 对吧 然后这边的话 维斯塔潘就像是一个那种 半路杀进来的那种 曹毛 对 他爸爸来就不太受欢迎 所以可能这是一个原因 不过确实这个红牛啊 红牛两个人 不管之前这个 负债自成 李卡多和维斯塔潘 基本上是承包了14年到 20年这么长时间以来 唯一能挑战挑战 就是这种精彩的发挥 不对 当然这法力 其实17年和18年也不错 所以 就是之前这段时间太统治了 而为什么这一段 就是维斯塔潘这两年的统治 这么很多人 这么诟病呢 我觉得一是就是刚才村长说的 这是比较近 对吧 之前的话离得比较远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紧接着21年之后 而且是顺着这个22年的新规 这一是21年 大家觉得哇 这精彩 太精彩了 这个竞争 那想22年一定会更好 对吧 一定会更加的接近 再加上新规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 这个吹出来的说 赛车能跟得更近 我们有这个财务上面的这个规则 能够让车队们 对吧 大车队会砍 小车队能更强 结果发现 结果差的还是这么多 结果反而还 这个维斯塔潘更强了 这个强的车手配强的车 就没看见了 有人说赛车不是绅士运动 这个我要强调一下 赛车真的是正儿八经的绅士运动 就是这个我觉得需要聊一下的 就是赛车的历史了 其实你们看 虽然说赛车都是有很多机油味 但是什么 但是赛车的这个精神 是传承自歧视精神的 这个Covary是一个 就是因为最早的赛车 它非常非常的危险 但是人们还是会踊跃的去参与它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歧视精神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自我牺牲 所以说最早参加赛车的 也都是很多的贵族 很多的有钱人 他们会觉得这个是一个 他们来表达自己 高尚的精神情操的这么一个方式 所以说从30年代 20年代的大奖赛时期 到F1早期的这种50年代 60年代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车手去世了 但是依然他们还会油光满面的 把这个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对吧 然后去每一场留着非常精致的胡子 然后再比场上赛车 其实就跟当年的这个 骑士在战场上面的 是很类似的一种精神上的传承 所以它确实是一个绅士运动 只不过是 沾着更多的油污的绅士运动 但是现在多多少少有一些变化 不过这个传承还是 基本上到Bernie那个时代结束 可以算是一个时间点的截止 回复一下 感谢Astro Siren 深空海耀这位朋友的SuperTed 说七七两场排位超过了小周 是七七醒了 还是单纯小周不擅长街道 到加拿大 银时会逆转吗 我们去年看 比如说小周在雨站的排位 似乎比波达斯好 波达斯这个雨站 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来说 不能叫汉鸭子 人家21年的土耳其之类的 也是能开得不错 但是总体来说 波达斯雨站不是强项 然后确实在这种传统的赛道上面 我觉得周光宇应该胜算会更多一些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们不要就是吃了两天糖就忘掉这个什么是什么样了 人家波达斯爱那是什么实力的车手 就是他击败周冠雨 而且是大幅度击败才是一个就是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呢 波达斯这机场的成绩有所回暖的可能性是更大一些的 我认为就我们不能老是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们老觉得就是那几场差不多了 难道小周就真的跟波达斯一个水平了 差了十年的赛场的经验和这种天赋的区别 当年波达斯的小胖脸 你想Total Wolf 那怎么感觉 说书感突然上身了 Total Wolf那是什么级别的人物 那一眼就看中这个小圆脸 说他未来不是个世界冠军 也能给世界冠军当队友 是吧 立马就把他给牵了下来 Total Wolf是个商人 他是要靠波达斯赚钱的 波达斯要是不强的话 他是赚不到钱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认可 波达斯的天赋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目前这种情况可能才是一个正常的 波达斯跟小周在队内应该有的一个实力的对比 当然我们也期待小周能够继续超长发挥 追上这个正常版的波达斯 这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这两个人一对比 两个挺接近的 到底是强的人他变弱了 还是弱的人他确实很强 到底是波达斯他水平下滑了 还是周冠宇真的是能够到达一个 能够在没奔 能够在两成场次里头排位打平 甚至击败汉密尔顿的波达斯 那就是这块的话就其实很难去下一个白纸黑字上面的结论 就是因为车手的水平不是一成不变的 不是说这个车手他是某一个强度 然后就这个生涯一直保持这个强度 就可能斯洛尔是一直是这个对吧 但是斯洛尔仍然有进步 不同的车手在不同时代在不同的车队不同的调教 我们看利卡多在呼扭是多么棒的发挥 雷诺开的也不错 然后结果到曼卡顿就开成这样 但我不能说利卡 这也是个混沌问题 对是的 全国巡回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盘一盘 我也其实挺喜欢跟这个朋友们在线下交流 大家也知道我是个非常有亲和力的人 117也是个很有亲和力的人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然后也不能让大家就是白来 对吧 得这个想办法 咱俩以后开个什么那种什么赛车 什么什么文化 什么什么基地 然后这里面就是既能赛车又能看比赛 然后又能买一些赛车服跟周边 然后还可以开卡丁车 我觉得这个挺好 这个投资大概三五个亿 看看各位有没有正好有点闲钱的 来资助一下梦想 各位老板这个superchat可以发起来了 我们这个梦想是就靠在这了 刚才你又略过了一个superchat 是有一个人问地板的展望和走弯了之后的 预算帽之下对研发的限制 感谢魔角石墨西这个朋友的superchat 不对我刚才错过了这个 就是刚才村长说了这个非著名葛优滩艺术家 人家发了superchat念个名字吧 虽然有些朋友的名字非常难念 我就 对 二位 对这个B版和展望一下 这个确实是一个点 就我们看梅奔带来的这个测箱 看起来非常的基础 就是没有什么花里胡罩的玩意儿 你看比如说不像马丁这么深的一个特别激进的 像水滑器一样 这版本不像是这个红牛这个测箱已经升了三个版本了 然后看什么别的这些车队法拉利 也是在他们之前的这个测箱设计上面有调整 就美本带来的就是一个特别标准的宽的测箱 中正一个稍微熬下去一点 就当然的话 就是气动不是拿眼睛就能看出来的 咱们就看不出来它是怎么回事 但是的话 我们从理论上来讲 那确实人家比如说红牛人家研究这测箱 已经研究了两年多了 而且有实际的两年的实打实的数据来做支撑 那你没奔的话相当于你再早再早 也是从去年才能够分出来一点精力和资源 来去研发这个测箱 因为现在有ATR和预算网 ATR就是这个风动时间限额 所以说你这么晚来进来 之前那些精力和资源都投到了零测箱的这个上面来 你就是会比别人晚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奔 跟别人来走同一条道路的话 注定会是一个 需要尝试半路超车 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这次的升级代号叫做 my changed fucking car mc my changed car 把这几个字母再换一下 对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没奔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因为这个其实在他公布预算帽的时候 一个最早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会不会反而导致竞争没有办法很激烈 原因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F1的比赛 往往出现的情况是虽然说前面跟后面的差距很大 但是往往前面的几家可以在一个赛季里面的竞争性是完全翻转 就是因为他可以无限的花钱 这个其实在其他的体育项目当中是很常见的 比如说在足球领域有财政公平 就是你不能花超过你的收入的钱 对于欧洲联来说什么连续多少个赛季 或者那些有些详细的要求 这个其实打击最大的就是 你再也不可能看到像曼城这样 一下从一个小球队通过不断的花钱 变成了顶级豪门所产生的巨大的这种斗争性 他其实最重要的是保证了老板的利益 让老板不用花很多的钱 这个NBA 这个NFL都是这样的情况 他其实预算帽最重要的是 让他商业利益上面能够变得更健康 其次才是会某种程度上影响比赛的 让公平性有可能提升 对大概是这么个逻辑 我觉得很有道理 那所以说就像是之前 比如说18年19年或者是说到17年 就法拉利靠这种赛季中 在规则没有 比如17年年中到18年 规则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 17年已经改了一个大规则了 法拉利能够在这追上来 能够在18年19年把引擎踢到 如此高的一个高度 虽然之后掉下来 但是人家能给延上去 就是靠着赛季中不断的砸钱 18年的话 我觉得两个车队 没奔合法力都砸了快5亿美元 就砸这一年下来的预算 那现在都砍到1.7几个 1.几个亿美元 而且那个还不算引擎研发 对那是完全分开的 就是Mayban那边是 在Brixworth的HPP 是单独的一个部门 所以说这就当时是什么 19年吧 19年把Mayban那边给吓坏了 说法拉利的引擎怎么这么牛 我们引擎又是没了 然后据说Andy Cal带的HPP的团队 是加班加点烧了一年 然后造出来了20年的 Mayban的7种加引擎的这种怪兽组合 对造过了 然后发现我使了这么大劲 导致那引擎到22年到21年 都是有点超出预期的指标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这么说的 甚至是间接的 是导致了Andy Cal离职 就是19年到20年 你做的太好了 太累了 把你的天赋带去别的车队 那半年里头 Mayban的动力部门 是没日没夜的加班 在提升性能 来尝试追上法拉利 结果追上了发现 你们怎么跑到后面去了 对这其实是一个挺神奇的一个结局 对所以说就是预算帽的话 我们也说的差不多了 我们来提一下 接下来的几个 下一个问题 我看一看 这个网站还是挺好用的 叫磨脚石墨烯 这位朋友说 孙长有没有考虑出过几系列节目 讲讲各个F1车队历史严格 就是变革吗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变革吧 应该是 就是如果你稍微去了解 就是现在的几只车队的历史变迁 就会发现就是太长了 你要去找那个头 比如说现在的Mayban 最早可以找到那个Terry Terry 那是60年代的车 然后现在的小红牛 可以一直找到米纳尔迪 米纳尔迪之前还有 反正就可以找到 现在的阿斯顿马丁 最早是飞舰还是 最早反正也可以找到 七八十年代 就是这个我可以讲 它的变迁中间都变迁过什么 但是过去这70多年的历史 实在是太庞杂了 所以说呢 当然了 如果有这个 比如说阿斯顿马丁 想给我付了200万 让我给他好好扒一扒 那个历史 咱也不是不能干 但是确实这样的节目 它的时长会特别特别特别的长 那么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村长每年有一期超长的节目 一般来是贡献给一个退役车手的 所以我觉得退役车手 会让你在这个人情味上面更贴切 我们把这个珍贵的 大超长节目的资源 还是留给这些珍贵的车手 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那种快速的过一程 比如说之前应该是 Spiker Spiker 然后变到了 是什么来着 Spiker变成了Force India Force India变成了Sport Pista Racing Point 然后Racing Point变成了阿斯顿马丁 包括这个车对历史 非常的繁杂 曾经有一段时间 甚至有两个Lotus 在互相竞争 就非常的神奇 对 110年还是111年 你想Lotus 如果我们要讲Lotus 12年的Lotus 我们要不要讲60年代的Lotus 对 同样是一个名字 但没关系 它其实是雷诺 对吧 但是雷诺其实最早是 雷诺当年82年 我记得 进F1之前 好像更早 恩斯通基地还有更早的车队 对 所以说就是有些 就是有人管这叫特修斯之船 就是你这个修修补补 就加点东西 捡点东西 换个名字 那算是同一个东西吗 算是同一个车队吗 对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哲学思考 一个哲学算是悖论 所以不对 应该要思考的一个小问题 就是思维实验 思维实验算 Thought Experiment 就是一艘船 比如说 一般来说 梅奔会认为自己的头 是那个Barkley的那个基地建的时候 那个基地是英美烟草 Honda B.A.R 当时英美车队建的 对 B.A.R B.A.R British American 喂 对 B.A.R Honda B.A.R 然后变成了Bron 然后变成了梅奔 对 然后红牛再往前 就是Jaguar 然后再是谁 来着 Stuart 对 就这些车队就是 来回的在变 所以说 有一个点就是 我们可以来去 稍微让这稳定一点 就是说某一个基地 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Enstone车队 对吧 基于Enstone的 之前是什么雷诺 Lotus 变成了 又回到了雷诺 然后变成了 Lping 或者说 对 而且说一个有趣的 有些车队 不希望自己的历史 被扒的特别的深 就像有些 德国企业不喜欢讲 1945年以前的事 对 有时候说的太远了 反而没有那么的好 好的 我们感谢 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 这位朋友是感谢 Charles Charles It's not LeClaire 这位朋友说 记得村长 说过 感觉 LeClaire 未来越来越 昏 昏 昏 至少 摩拉哥之后 能不能预测一下 LeClaire的未来 这个问题 我刚才去Gym的时候 真的突然想到了 你看 我就跟我的观众 如此的心有灵犀 我刚不是说了 LeClaire 有可能 未来变成 伏地摸摸 You know who 我们不能提他的名字 我那天 我刚才突然想到的问题 你知道维斯塔盘 已经是第39场胜利了 我们一直在说 维斯塔盘跟LeClaire 是绝代双球 LeClaire几场胜利 5场 上次 5场 我们都非常的惊讶 5 VS39 你现在看看 这是什么 我现在甚至觉得 LeClaire的职业生涯 很有可能 没有办法 跟LeClaire相比 维斯塔盘的目标 可能是 我觉得他超过 像塞纳和 这个 维特尔的记录 看起来 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53场 我记得是 而且维斯塔盘 已经在红牛拿到的胜场 已经match了维特尔了 我记得是 对 我们又说到维斯塔盘 我们说LeClaire 对 说远了 LeClaire现在看起来 他也不年轻了 26岁了 那么一个26岁的车手 如果还不能在一个 正确的争冠之路上的话 有很多的车手 可能这辈子就没有 夺冠的机会了 也有很多的例子 世界冠军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但是我觉得 其实 LeClaire 但是LeClaire之后 可能会 他面临的问题 可能是法拉利 长期没有办法 给他提供一辆冠军车的情况下 他要选择去跳 跳得对 还是不对 如果下一个车队又跳错了 那他可能真的有可能就拿不到这个世界冠军这个title了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比LeClaire还要惨的是诺里斯 诺里斯现在这个情况下去的话 你不排除他有可能职业生涯拿不到一场胜利的可能性 他被迈凯伦拴得这么狠 你看到迈凯伦原本是指望大家回归的回到这个top tier的车队 结果现在马丁上来了 马丁上去了之后下一个会是谁 现在看起来LP也比迈凯伦坏 对吧 你一直被迈凯伦拴着的情况下 你能去哪呢 我觉得诺里斯的世界冠军的梦想 可能基本已经say goodbye了 那倒不一定 我这给你来举一个反面的例子 反面观点就是 也都说不准 因为想一直到20年之前 我们都说 威斯塔坦可能这辈子都拿 可能是会成为 没有拿过世界冠军最有天赋 最强的FE车手 结果他就开始了 从21年开始的威斯塔班统治 然后假如汉密尔顿08年 最后格洛克梅曼那么一下 他也就是一直到14年 那都多少岁了 从29岁 那就是相当于29岁 他之前都没有拿到过世界冠军 所以说也是有可能 但是前提是 确实你得选一个正确的车队 而怎么选正确的车队 这个就是你们非常复杂的学问了 玄学 太玄学了 头哥也不一定能想到 马丁这车这么快 我觉得他肯定还是知道 所以他肯定还是 有大概的概念 只不过没有想到 能够这么强 这么快 对 反正总结一下 就是勒克莱尔 大家要抱有一个 比较悲观的心态 去看待这个 本来就已经有点悲剧的车手了 这个是 就是看起来 我认为勒克莱尔这个职业生涯 跟维斯塔班是比不了了 维斯塔班职业生涯的最大的对手 可能会是几个车手加在一起了 他已经是那种超级大魔王型的了 对 那这块的话 我们要感谢极业冰火的Superchat 说村长之前是不是有一个讲 沙特的视频没了 这边和油管都没有看到 我跟你说 沙特这个视频叫什么 叫collateral damage 咱们就 他原本没事 就此打住 感谢这个红的Superchat 对 反正这个问题 就是是没了 好的 但其实没啥 但是就是没了 好 这里感谢想打职业的baby小王 说 要求法拉利上一个王朝领队是法国人 现在瓦哈也是个法国人 会不会创造出来又一个王朝 就是你光一个人 在法拉利这么样一个庞大 且有历史包袱的队伍 有历史包袱的队伍中 没有办法 我觉得连一个zevy都换不掉 你还能指望他们干什么呢 就是 这个就好像说 舒马赫拿第一冠是26岁 那什么勒克莱尔也26岁了 他是不是也会拿第一冠呢 一样的就是 有点 就是 说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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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是不太 我觉得我们来 这个也不能让人家花了 30万年就听个这个答案 其实就是也是说到法拉利深度 可以聊一聊 就是瓦塞尔 他跟这个 比如说当年的 让托德之间的处见 跟这些状况 有什么区别 首先瓦塞尔比让托德高 然后呢 但是头发呢 形象差不多 比人家少 稍微再宽一点点 现在呢 我觉得唯一可以获得他的一些认可的是 他对于这个接锅这个事儿 现在的这个意愿越来越强 他至少是一个愿意承担这些过错的人 但是 我非常怀疑当初让他来的这个签的合同里面 就有跟他说好 你要是出了问题 你得说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不能在那说 这个今天这个谁有问题 那个谁有问题 对吧 这个其实是 他这个接锅的角色 作为一个外人 是很合适的 比如说萨弗奈尔对吧 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接锅的角色 对 萨弗奈尔是老经典接锅角色了 对 这不像是比诺托 这是从法拉利 从多少 九几年就一直待到了22年 这么就是老法拉利人 瓦塞尔算是一个外来的角色 当然的话 就是当时舒马赫能够跟让托德 跟罗里波恩 这种组合在一块 这种核心的架构 能够如此强的发挥 其实是 不是单独一个元素 对吧 你缺一不合 你少了让托德 你少了舒马赫 你少了这个罗里波恩 少了这个罗斯布朗 都是不能够完成 当时舒马赫在法拉利 达成的壮举的 所以这块的话 就是我们说 也许勒克莱尔跟瓦塞尔 这确实是一个 比较亲密的 比较近的 对吧 毕竟当时18年索伯 也算是瓦塞尔 把这个勒克莱尔给提拔 这个带进F1 所以说这两个互相能支持一下 但除此之外 总是感觉这种 在这么庞大的 法拉利的这种复杂 错综 复杂的这种政治体系中 是一个比较难 好好出成绩的一个 而且有一个问题 让托德是哪年去的法拉利 96年吧 95年还是96年 应该是我来看一下 确认一下 让托德是94年去的法拉利 法拉利哪一年夺冠的 2000年夺冠的 法拉利给了让托德6年的时间 99年 99年就拿到车队冠军了 那也是等了5年的时间 你觉得现在法拉利 连自己培养出来的比诺托 都只给了他3年的时间 他能够给瓦塞尔一个外来的人 5年的时间 让他去把这个团队打造成一个 他心中理想的可以争贯的团队吗 法拉利是个上市公司 股东现在也不太能答应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 但是法拉利现在看起来 并不像是一个有时间的样子 所以说暂时有一点悲观 我觉得法拉利的话 这么样一个富有盛名的车队 所以回到刚才那个结果 瓦塞尔跟绕托德虽然都是法国人 但是世界已经变了 对世界已经变了 虽然法拉利还是红的 但是世界已经变了 好的我们这里感谢Vault GEL 这位朋友的Superchat 问怎么看待26年 引擎制造商的竞争局面 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乐观的一个点 我们刚才说完了非常悲观的 法拉利 我们来说一下26年的动力单元 首先这块的话 我们有红牛福特 有梅奔 有法拉利 有本田 有雷诺 还有 还有谁 你说雷诺还给这玩啥呢 这花这么多钱 造这破玩意儿 自己的车上也装不上去 也没人买在他 这不安德雷利说要买了 当然的话 这个话不光是我说 雷诺自己的人也这么觉得 这肯定 你说这么多钱就两辆车 也卖不出去 也赚不着啥钱 这真的是有点灰 他那个引擎基地 最多可以生产的是 服务四只车队的 不过我们上周其实提了一下 还有奥迪 对 所以总共是几家 六家 这真不容易 十只车队 六个引擎制造商 我跟你说 肯定过两年 得跑至少俩 对 怎么说 就跑不一定 但我觉得这个 就跟当时14年一样 每次新规来了之后 肯定会有这种大的差异化造成 然后那天我们当时 其实我跟乔治老师也大概聊了几句之后 我们可以请他来博客来多详细聊聊在红牛这边的工作 他也是在红牛2026年的 你确定能详细聊聊红牛的工作 你这是刚人家入职就让人开除 NDA这个保密范围之外的 这种大 比如说其中一个点就是红牛 红牛这2020年跟福特合作的动力项目 其实没有我之前想象中的 就真把本田的内容机拿过来 MGH砍了 就完事了 人家真的是 很多东西是从头来搞的 所以说不一定能够继续保持本田 现在从19年往后到现在23年 这么强了动力的优势 然后奥迪我反而觉得是 好像挺有意思的一个点 挖了不少人 有很多的技术 我觉得不如改成四缸 反正V6那个身已经基本等于没有了 还不如身噪音小一点 我觉得他最多的考虑是 什么梅奔 法拉利 雷诺和本田这几家 他改四缸 想之前那些V6的玩意儿就又不好 又想丢了 而且四缸可以直接上民用车 这样雷诺就有复兴的希望了 雷诺当初2014年的规则里面 就是想做四缸 不不不 我记得是雷诺是提了六缸 是 是梅奔 是雷诺提了六缸 梅奔想要四缸 然后结果就是因为 他还想做三缸 就是因为雷诺想做六缸 最后妥协了 来妥协去 我们定了一个混动 V690度加角的结果 雷诺这个新规则搞成这鸟样 对吧 所以新规下面我觉得肯定会出现这种动力不平等 我其实动力最好看的近些年来F1 什么都是动力 比如当时V8基本都差不多 然后也不搞研发了 我们就让车队们好好搞点启动 搞搞悬挂什么之类的 能够好看 比如当时10年12年 然后就现在动力冻结了 21年也是 21年动力单元冻结了 这样的话大家来去车上面搞点研发 这样的话避免出现什么14年16年 这种梅奔靠的超强动力单元 然后结果就没有任何竞争 你说你红牛启动设计的再棒 你根本追不上 所以 对 而且它的前代引擎跟后代引擎之间的延续性太差了 但是下一代我觉得会好一些 毕竟它的内燃机的部分基本没有动 电机的那块反而还是简化了 所以我还是蛮期待26年的时候 这个引擎厂商在赛场上面开始 肯定会有很多那种专门负责引擎的人出来 说话 就是今天我们爆缸了 去指责一下别人作弊 今天 我觉得就是引擎制造商的这种大撕逼 肯定又会回到赛场 我们确实近些年来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这种 最近的一次 其实也就是18年的时候 雷诺跟红牛这种撕批 这种是车队 这种算是供应商跟车队之间的撕 这几年引擎已经淡出了谈的点了 当然的话 不确定把它重新加回来 是一个对竞争是好还是不好的 反正可聊的点肯定多了 不确定会让车队们的性能接近 我觉得不会接近太多 我们这也顺便就引到了这位朋友的F1Boy1998 大概率是1998生的朋友 说F1Boy1998 详细的自我介绍 如何看待本田和马丁的合作 会让马丁夺得世界冠军吗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就是马丁想夺世界冠军 肯定不会是拿着没奔的动力单元夺的 我们也知道 你作为客户车队永远是会占劣势 现在的话不会像18年之前那样 这个大车队 比如说场队 他肯定会拿最好的一批 红牛夺冠的时候 拿的是雷诺 不过雷诺当时没有场队 对啊 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之前 18年之前 在那个TD上来之前 这个场队永远是拿了最好的一批 这个材料最好 测试完之后 性能最棒的那套动力单元 给客户的呢 都是二等的三等的 对吧 现在的话不是的 现在的话场队跟客户 没有想到场队跑不过客户车队的这一天 也会降临到没奔的头上 我以为这是LP雷诺的专属技能 雷诺专属技能也是扩散了 就是现在的话 场队相比于客户车队 没有这个本质上的优势 必须得提供同样的程序 必须得提供同样的这个硬件 但是的话 你作为一个 总有办法 总有办法 也对 也不能说不可能 毕竟今年的话也是向我们展现了这个没奔 对吧 而且没奔如果今年真的 这积分榜上面输了马丁的话 这个中间肯定 当然可能不一定会爆出来 我们不一定会知道 但是我强烈怀疑和猜测 他们之间肯定会有一些摩擦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就是马丁意识到 因为今年自己的实力已经比奔驰强了 他如果不换引擎的话 会接下来更尴尬的这件事情 所以说本田作为一个已经证明过自己的渣男 已经证明过自己的非常实力强劲的引擎制造商 那么跟马丁的合作可以说是一个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的 我觉得这个也要花一句老斯特罗尔非常的敏锐的商业嗅觉 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合作的机会 当然的话这个好像也是就是马丁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可选 然后本田的话好像也没什么 就是选择马丁好像是本田非常名正言顺的一个选择 雷诺10年市场队 比多罗夫嘛 那对 派特罗夫挡了这个 但是不是一个怎么说呢 人家算是刚 但是反正又是一个雷诺的持续度上面 多加了一笔而已 雷诺从07年往后 这就不如之前05 06年的那样 在最前面竞争了 所以我觉得当时的话雷诺也一直是这种 我们要不要撤 要不要撤 我们现在跑成这鸟样要不要撤 对吧 就一直是持续 对 而且当年他最大的赞助商 ING破产了之后 他更难受了 加上当时新加坡撞车门事件 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没有完结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这得赶 对 人家说老汉 我这世界冠军咋越跑越少 越跑越少 我罗斯摩克才说 我这世界冠军咋越来越少 这个八冠没拿到 怎么这七冠好像也没了 对吧 拭目以待 我们来感谢维艾的Superchat 说村长骂完了巴萨 巴萨夺冠了 要不要骂一骂曼联呢 我天天和朋友说曼联 曼彻斯特的天空是蓝色的 勾头 是个曼联球迷 绕了这好几个桌 这是图穷必见 好吧 那看在你已经发了Superchat的事上 那我们就功利哪一波 我实打实分析一下 曼联是这个世界上最值钱的球队 曼联现在拿出来的这种 只要曼联我觉得完成交易 能够度过这段动荡期 格雷泽家族能够放手 把他放给一个愿意长期持有 放长线 看这个长期的这么一个投资人的话 那么我认为曼彻斯特的天 重新变回红色 只是时间问题 我确实是实打实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曼联其实已经给他的 尤其是如果他今年能够拿到欧冠之后 带给他的投资人阿布扎比财团的红利 其实已经在不断的减少了 所以说之后 会不断的减少 这个所以说之后呢 能不能够持续对曼城进行长期的 继续这么大的投资 这么重视 可能那个即使可以保持这么大的投资 但是那股冲劲可能就不再会有了 所以说曼联在这个完成收购了之后 不管是卖给谁 我认为回归他这个应有的历史地位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 所以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哎不对 他让我骂还是让我夸来 奶板了是吧 哦 shit 不好意思啊 我跟你说 曼联这样的球队吧 他挣扎这么多年 花这么多钱 你看有点效果吗 没有效果 08年到现在已经证明了自己 不管换什么教练 买什么球员 换什么老板 这个球队啊 都已经放不下那个历史的包袱 你看这个 你看这位朋友 SuperTed 他一份钱听两份答案 对吧 想这边也行 想那边也行 他就是一个被自己的历史所 拋拖累的这么一个啊 对吧 的球队 整天还幻想着自己是世界第一球队 世界第一有价值 那你那个成绩能匹配上吗 这个赛季进了欧怪就已经开启成那个样子 你还有自己当年那种荣耀的红色的光辉吗 啊 你说说你法拉利 你要不要点脸 就问这位朋友满不满意吧 这个我觉得 好不好 这还能不满意 这个我觉得挺有效的 两边的都给你听电了 好 我们这边感谢闪电麦克A 这位朋友说 如果威斯塔班和GP到法拉利 能给法拉利带来冠军吗 我想这种 威斯塔班什么 和他的工程师 Jean-Pierro-Lambiasi来到法拉利 会不会给法拉利带来世界冠军 有没有可能他来到了法拉利 然后这个GP被三四那边抢了过去 然后 法拉利能弄死威斯塔班 然后威斯塔班又拉 天天让他上这个 上什么意大利 什么学习课 学一些这个老法拉利传统 传统文化 传统首饰 意大利 对 所以我觉得能够拯救法拉利的只有 你觉得谁能拯救法拉利 得是 就跟之前当时这个舒马赫去法拉利 我觉得类似 得是一个团队 一个稳定的团队 假如霍纳加纽维加威斯塔班加GP 加他们现在 那不就是把红牛的团队挖回去 当时不就是相当于把贝纳通 贝纳通的那几个给挖过去 对 因为相当于你不是这么搞的话 我觉得对于法拉利 现在的这种乱摊子 你挺难说 换一个人换两个人 就能够 就能够完事 他需要一个 谁能拯救法拉利 我觉得这个团队弄过去 也估计 就相当于得提前说好 就是说好 我们来 我们按我们的方法做 我们有自己胜利的成功之道 对吧 你上面的话 上面board不要随便插手 我们会自己搞自己的东西 得给出来足够多的话语权跟控制权 才有可能成功 现在是 说起来 你知道这种并入膏肓的企业 能够被拯救的案例 其实还是挺 就是这个你已经不能只在赛车行业里面看了 你得回顾人类商业史上有什么样的人曾经 比如说那个谁 什么什么什么 张明 叫什么 那叫张明 海尔的那个CEO 反正就是那些在改革开放时期 面临着一些已经效益急剧降低 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的国企 还能够以一人之力 说实话 中国的那些国企大佬 或者是那些经历过改革开放时代的 特别强硬手腕的 第一代的创业的企业家 确实有可能是有这个实力去整治这些 非常typical的这个体制所带来的问题的 像海尔的那个人 还有包括像楚石剑 好像这个他其实也是一些很传奇 包括像任正非什么 就这些都是经历过 确实有能力把法拉利这种问题来解决的人 可能要从遥远的东方找一个职业经历人 还是需要我们中国的大智慧 或者找拼多多摩 那个谁不是黄真 不是最近好像退居二线了 我看直播这个弹幕里头的朋友说 这个乔布斯当时拯救苹果 这个是个 苹果也没有那么 当时97年之前那几年吧 这确实就不太行了 也得拖微软该死那边的福 但是确实这是一个拯救 但是好像苹果这边是拿出来一个好的产品 都挺难的 都挺难的 对就是这种很家庭式很东亚 东亚slash南欧文化的成功的商业经验 确实可以相互接线 因为总体的这种环境跟企业里头的这种风格 还是有点类似的 好的 我们这里的话 感谢www.drytif 说发了两条superchat 真的是老板非常的大方 说法拉利的车好慢 还有旧吗 就是说为啥TD039没了 法拉利还是这么慢 这块的话 对 村长每次要考打我 就是说TD039是啥 没有人知道 这不有观众问吗 对你得先说啥是TD039 针对还没有看我那期 详细解释TD039是什么 那期视频的朋友们来解释一下 简单说就是车队们想把车调低 获得更好的性能 FIA不想让车队们把车调低 因为调低的话容易出现安全性问题 所以说在车的最底下放了一块统一的板子 这块板子的话 来比赛完之后来去检测 你磨损了多少 磨损多了就给你取消资格 对吧 防止车不能调太低 那在去年的话 有些车队据说找到了神奇的方法 来去规避这个板子的磨损 据说也是法拉利是找到的这个办法之一 通过这些神奇的办法 用这个板子一些材料的形变 来去说我们能够获得很低的悬挂高度 还不过度的磨损木板 然后这被别人发现了 然后举报 这个相当于一个经典的操作 就是一般来说 F1围场里头他们来去举报 他不会直接举报 因为这样的话会很 这个叫什么 调人情 所以说会一般怎么着呢 就是红牛 不会吧 我怎么看这个举报 他不会直接说 F1围场上 我向你举报法拉利 不是一般这样 比如说 就说19年那次吧 这个引擎那回事 不是说红牛跑去F1围场上 说法拉利那作弊了 他说 F1围场上 虽然没这么写明确 规定这是违规 但这样 我这么做可以吗 爱飞说那当然不可以了 我刚才讲到 美国的游戏节目叫什么来着 就是这种以提问的方式 问出你说出的答案 那个叫什么 就类似 对吧 相当于他不会直接去举报 他会让F1围场上去澄清 那一澄清之后 法拉利就慢了 这次会也是类似 就是有人来去幕后来提 说能不能够澄清一下 澄清了 不能这么干 法拉利就慢了 然后的话今年TD039 虽然应该是没了 但是留下来的东西 它的影响 还是写在了技术规则里头 所以说 这一个TD039造成的影响 让法拉利其实 现在还在承担它的影响 因为我们看 现在法拉利的话 相比于去年 同一个赛道里头 跑出来的成绩 其实是提升 相比别的车都有 提升是最少的 甚至是有倒退的 就是在什么马丁 其实煤奔都有提升 胡乃有提升 哈斯也有提升 对吧 麦卡伦又提升 阿平又提升 然后就法拉利是原地踏步 甚至全速再往回走 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点 所以说 这位朋友不知道 有没有满意 这里的解释清楚 这里感谢LeonFCB 这位朋友的Superchat 问今日有没有 今日份的流要笑话 我们这变成了 必须这样一份 这不应该是随到随来 对不应该是随性一点 然后变成了为日打卡任务了吗 唉这个我想一想 不是现想的话就不会很好笑 确实没有发现非常的有灵感的points 加上刘耀最近没怎么出现 他最近也不知道忙啥的 也没有听他聊聊天 讲一讲自己 他最近忙啥的 你有看他的 没看着他有什么动向 刚发了一个新的F1的车迷故事 那应该是他们新搞的 但是除此之外 就好像确实没有 人家最近也没有去上海去 刘耀自己 这是主要是怪 刘耀自己不努力 不搞出来一点 对吧 我怎么我们素材都没有 你不能就是 哎呀 瞎想 就是应想 也想不出来 刘耀自己不够努力 你这跟你们的车队差远了 对吧 你看法拉利多努力了 为大家提供素材 刘耀你作为一个铁佛寺 你实在是这个要被贴 对吧 你要好好向你的这个母队学习 对 我们刘耀笑话 我们就是怎么说呢 要自然一点 就是假如这么说到了 他说他上周解说 没有说Red Bull 说的是奥地利红牛 那不大行 不大行 这个的话 那不行 确实很难 我们也尝试过 但是要加油 都说了要扣公司 好这里感谢Charles Not Leclerc 说 感谢这朋友的Superchat 说村长和邀请怎么看待 法拉利的那个FUV 就是Ferradi Utility Vehicle 村长觉得 法拉利未来的民用车 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我觉得车迷 FUV就是牛逼 你知道FUV要配几辆车 才能买到FUV吗 我听说 你要配货配 现在这个奢侈品 只要是个东西就在配货 你得买两辆法拉利 好像要满足一个entry level 还要再买一个什么中间档的 然后什么296那种车 估计你才能够去买他的FUV 那个什么马拉 什么基罗 什么那个叫什么 对 这个怎么说 我觉得 你怎么看那个车 我觉得车迷朋友们 要尽早的看淡 这个SUV会主导全球的 大部分市场的这个现象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老说FUV 不是SUV的话 什么出行高 没有灵魂 没有操控 那就是大部分人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都是SUV卖的好 在美国这边企业 中国这些企业都是 毕竟市场这个数字不会说谎 那假如你造出什么轿车 各种好 然后结果大家不买单的话 那也没什么用 那所以说 我觉得FUV就是牛逼 牛逼在哪呢 就是他确实不是SUV 为什么呢 我们说为什么 他们这些车企在出SUV 马丁出SUV 保时捷出SUV 包括这个兰博基尼 也出SUV 他是为了降价出一款车型 能够不电染 他的跑车基因 还能够走量 比如说兰博基尼 一年现在卖的一半车 都已经是他的这个Worris了 但是咱们法拉利就是牛逼啊 他就是硬给你出了一个 不是SUV 还比你的跑车卖的还要贵 的FUV真的是给你后面狠狠Fuck你一下 对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牛逼的体现 我法拉利就是敢想 我就是敢做 我就是做出一些看似 完全不符合商业道理的事情 你还真的就得买 这就是法拉利一直以来 牛逼的事情就是 你Justin Bieber牛逼吗 你世界第一Superstar 我说不让你开法拉利 你就不许开 对吧 他就是爹味浓道 你就是想跪下 对吧 对 爸爸打我吧 这种事 只有法拉利能干得出来 就把这个劲啊 延伸到了 就是天上 这么说起来 其实是对待勒克莱尔的方式也挺合适的 不就是当爹吗 对 就来拜了个爹 对 有朋友 对 有朋友说这个 FUV能不能够当 安全车 要当的话也是医疗车 但是这毕竟还是广告嘛 看谁出钱出的多吗 法拉利 你觉得法拉利这个会专门 我觉得这个人说的好 FUV是啥 就说Fuck SUV 意大利PUA 意大利PUA 意大利CPU确实好 就是他的商业逻辑 就是建立在极高的那种 就是搞你 让你 就是 就让人有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 对 就对你这么 所以说勒克莱尔是死心塌地 对吧 这搞了这么多 这样 一下这个朋友的提问水平非常之高 一下就贯穿了整个法拉利的商业体系 对 你看刚才不是说法拉利的民用车的发展吗 法拉利的民用车 我觉得是这样 我刚才还想到一个点 是说法拉利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家 可能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家燃油车企业 我忘了 我们还有一个事要说 名字 你来说 就是我们接下来也会去邀请一些各种各样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播客聊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比如说叶玉飞我已经跟他说了这个他跑完今年的乐盲了之后回来跟我们聊一聊 所以导致一个问题就是 包括我们上周去宁波然后跟那个老婶聊 老婶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他虽然这个JDM的疯狂的爱好者 他吐槽JDM也吐槽的特别的这个这个恰如其分 非常好 所以我们将请有趣的朋友来上节目的话呢 发现他们其实聊的不是方程式 所以我们这个叫方程式漫谈 就有一点这个限制住了我们节目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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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涉及的范围 所以我们在考虑呢有一个这个朗朗上口的名字能够能够cover这个F1首先是我们的老本行对吧 但是我们还希望能够cover其他的赛车以及汽车整个汽车文化类的这么一个可以用的名字 那我们呢也想了几个 然后你可以念来给大家听听就是目前这几个怎么样啊 然后呢再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别的想法呃 给我们帮我们一起起起名字啊 这块的话村长有一个非常绝妙的想法叫什么叫点火 叫点火叫叫点火 而且还有很好听的英文名叫ignation 对吧因为他是就是汽车点火那个部分 但是我们就聊不了电动车了 对是的 不是除非他着了 除非他着了 这样的话电动车也 不对你这个像我们的未来商业化潜力被你一句话全泡汤了 全点着了 点火啊 我觉得而且呢我们经常会说一些非常的有点这个窜火的 对吧我们来点点点今天点谁的火呢 我们点一下这个佩德斯跟塞恩斯的火 我觉得也比较符合我们节目的调形 这个是我最早想出来的一个这个想法 点火 还有一个是方格奇 方格奇的话 这一个小的问题就是嗯 好像已经有不会叫这名字了 但是 是吗 BBC的官方F1 你说BBC那个checkered flag是什么 国内只有咱们这一期是F1相关 而且是在稳定更新的节目 我们是国内 不用太担心 我那天才知道我们作为一个F1漫谈的节目 居然已经登上了Podcast的什么汽车分区排行榜的第二名 这没人了吗 有史以来从21年这个播客有了以来我们是四次问定苹果播客汽车板块的榜首 然后我常年是在第二名转油 Blue flag Blue flag 非常也是一个令我意外的成绩 我们这个继续加油 大家一起把这个这个点火 点火点起来 对 也可以推荐把这个播客推荐给你的朋友 对 我们这里要引导一下分享 对 毕竟国内听播客的人比较少 所以说大家假如有知道听播客或者喜欢赛车的朋友们 也都是欢迎大家来去多去帮我们推一推 轮对轮最难的就是每次打 然后你的输入法都说念得不好念 轮对轮 轮对轮连着念几次然后你就发现手都打结了 对 你看这个人说上压力我们这个刚才想的叫下压力 但是下压力感觉压力有点大 就是这块的话难的点就在于同时要有赛道 同时要有赛道上也要有考虑到未来 我们现在虽然现在都是在赛道上面说这个赛车方面 但是肯定还是想考虑能够往民用汽车来去提一点 所以说什么方格骑压 然后这种方程式这种就是太赛车取向 但是还要考虑到未来电动化 对吧 所以说这种点火 这种什么还有什么缸内直喷 这种就比较極限于含油车或者混动车 红烧刹车盘 就是也不能起一些就一看就是要爆缸了的 这样的话人家比如说以后万一有大气的赞助商要赞助我们 就感觉这破节目就马上要爆缸了 假如AP对吧 AP Racing上赞助一下你都不好 这怎么都快找了 算是没做好 我突然感觉在用chat GPT一样 那天我用chat GPT就是出来好多这种非常random的名字 就是丢一堆就是呃就是打字嘛疯狂打字 然后可能念出来 what the drink monkey 啥叫他妈胖哥俩聊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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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胖哥我是胖弟 哈哈哈哈 七个字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我们上次说 韦斯塔潘 拿干位 勒赫莱尔 巴鲁腿 什么哎你这不错呀 还压着 对我觉得名字我们两个三个字的挺好 四个字的就有点长了 要不然的话就是五个字或者整齐个字 就是因为四个字的这个这个中文播荷太多了 绝句嘛 什么忽左忽右啊 什么小声喧哗呀 天才捕手啊 东拉七成啊 对太多太多这个四个字了 OK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这么积极的给我们小名字 我们之后随时给大家update 我们我们 哦最后把起名字这一段的这个砍掉 不能让他 在直播间的发生什么就留在直播间里头 对 whatever happened in the直播间 stay in直播间 保密哦 好的 大家拜拜 我们之后再见 拜拜